我刚也听到了豪龙坪回唱苏贞昌说万华已经更新了 要他多到万华去看看 好那么到底万华更新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记者先去走了一趟 结果却发现马前市长任内说要新建的万华火车站双子星大楼 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动静 而至于砸了23亿的蒙甲公园跟地下街 现在却是成了游民天堂了 由万华居民要好市长自己来看看万华的轴线 根本没有在转 花了23亿盖的蒙甲公园和龙山寺地下街 现在变成游民集合地垃圾满地 八年前万华火车站BOT双子星大楼到现在还没动静 马市长任内提出的万华区轴线翻转风华再现 现在只会让万华区居民很心酸 几乎外地人很少赶到龙山寺 因为街有很多 如果说今天万华人翻转的话 我想第一个翻转的是万华火车站 那万华站没有翻转 那我想其他地区要翻转 说实在来就很难 我们合理的怀疑 好市府根本无心想去处理 甚至有人提过就是说 便当是不是能不能拿到那边发呢 我们不想再当一个赤等的公民 前八年的那个马市长在的时候 他的轴线翻转是慢慢有呈现出一个成绩出来 但是这四年我是觉得好像停滞的问题 马前市长的问题 郝龙斌没解决 以为拿出个都更案 就可以更新万华吗 那可是大错特错 没有建商业力进来在谈万华的都更 因为最主要是说 你的你的土地价值没有那么高 然后地主跟建商来分配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利益啊 我们万华的连外七座桥梁里面 那个一桥之隔 台北市的环境是比台北县还差 那个道路的绿化品质 那亏我们今天还要做一个花博 我们现在感受到万华区的轴线翻转是什么 剥皮疗啊 好像就一个每天到晚在吹嘘剥皮疗 可是剥皮疗其实关我们万华区的区名什么事 为什么不来关心一下万华呢 是我们的万华人少呢 还是因为我们万华的票少呢 我想可能是郝龙斌市场比较不了解万华吧 Ingel到郝龙斌将近12年 其实万华是完全没有翻转的 郝龙斌要思真昌到万华区看看 不了解 别乱说话 但是当地居民心声 郝市长听到了吗 万华区的居民可不想当台北市的边陲公民 民事新闻长生传蔡瑞言台北报道